中国以国安为由拘留了彭博社驻京的记者 中共不可信 有九成的港人表示说将要申请BNO的签证 李克强签署了国务院令说合资企业一律属于外商 习近平开经济会炫耀大义之年中共的战绩 中共的政法委杠上了网络占卜说是臭服有害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中国当局以国安为由拘留了彭博社的驻京记者 来自法广的新闻说 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在12月7号的时候拘留了为彭博社北京分社工作的中国籍雇员范若一 彭博社在11号的时候报道说范若一最后一次与他的一位编辑联系 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的11点半的左右 而不久之后有人就看到他被便衣安全人员从公寓楼里面护送了出来 报道称在他失踪后的四天当中 彭博社一直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寻求有关其下落的信息 彭博社的母公司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则于星期四得到了确认 范已经因为被指涉嫌参与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捕 彭博社的发言人表示说我们非常的为他担心 一直在积极的与中国当局进行沟通以更好的了解情况 我们在寻求更多的信息的同时也继续的尽一切的努力来支持他 中国籍的范若一2017年开始为彭博社工作 此前曾经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以及半导电视台还有路透社进行工作 据悉中国公民只能在外国驻华的新闻机构里面担任新闻助理 不允许做独立的报道 彭博社援引官方的声明表示说 中国公民范女士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已经被北京的国家安全局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拘留 目前此案正在调查当中 声明还表示说范女士的合法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并且已经通知其家属 彭博社的主编约翰米克斯维特表示说 彭博社将继续跟进事件的进展 并且将尽最大的努力与范和她的家人来提供帮助 他说范非常具有天赋 是我们的新闻编辑室里面关键的议员 他也表示说这一事件并不会改变彭博社对中国的报道方式 并且指我们将继续以过去的方式来报道中国 我们曾在中国独家的报道了很多新闻 我们将继续如此行事 曾任法新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法国记者卢红 就通过推特评论表示说 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 将惊动所有在华的外媒机构 中国级的新闻助理是外国媒体 在中国国内运行的中间力量和无名的英雄 我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明星记者 在中国不能被聘用为记者 好再来看一下调查显示中共不可信 有九成的港人准备申请BNO的签证 根据居英港人团体的调查发现受访的315名市民当中 近九成的人计划申请英国海外护照BNO签证 而当中有近半数的人有意紧快的移居英国 人们担心港区国安法危害人身安全 又认为香港社会不复从前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这一次是英国政府公布香港BNO签证之后 首次由组织针对有关新的计划进行 港人移居英国的一个意愿调查 英国政府下个月的时候将推出香港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签证 允许约540万的合资格的BNO持有人 及其他们的直系亲属申请 可于英国定居5年再未入籍铺路 由英国驻港领事馆的前职员 郑文杰创立的英国港桥协会 于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之间 以问卷的形式访问了315名香港人 近六成受访者的年龄 几乎于24到40岁之间 大部分人拥有大专以及以上的学历 以及在职人士 主要是从事金融商业以及资讯科技 过半数的人的月收入高于香港的入席中位数 也就是港币18200元 英国当地时间的星期五 也就是12月11号的上午公布的调查结果就显示 受访者当中的275人计划申请BNO签证 当中有45%的受访者 打算在明年1月底计划推出来之后尽快申请 而有八成的人计划在新签证推出两年之内申请 并且移居英国 研究发现的港人移居英国的意愿的比率 高于英国内政部的政策影响评估 英国当局早前推算 估计BNO签证推出首五年会有25万8千人至32万2千宗的申请 最极端的情况会超过100万的合资格的香港人 在五年之内移居英国 另外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计划与伴侣 或者是子女移居英国 也打算透过BNO签证在英国定居五年之后 再申请入籍英国的比率高达96% 有受访者表示移居英国是担心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危害到了人身安全 又认为现今香港社会的情况已经不复从前 有近七成的人士指移居英国是为了更好的居住环境 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打算移居英国的受访者最担心的是 英国难以寻找居所以及生活指数高 还有求职困难 九成的人也担心移居英国之后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担心中国或者是香港当局 会损害以BNO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的利益 或者是受到中国秘密特工的渗透还有监控 他们也反对持有BNO身份的退休的香港警务人员 可以移居英国 结果认为随着英国政府进一步的公布 BNO签证的申请细节 再加上香港近几个月以来 再有多名的犯民主派的人士 以及示威者被捕或者判刑 预料会进一步的影响港人居英的意愿 进英国政府预留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处理大批量的申请 并且成立跨部门的工作小组来跟进港人移居英国的情况 让移居英国的港人申请学生贷款以及提供职业配对等等 协会又进英国当局可以酌情的处理 因为去年反送中的示威而留下案底的人士的申请 并且确保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不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协会稍后会将调查报告成交给英国内政部 再来看一下李克强签署了国务院令 说合资企业一律的属于外商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 今天报道说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 今日起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根据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等分类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 统一适用于外商投资法 报道表示为了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 中国国务院决定对二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与修改 首先是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后 不再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实行审批的实际情况 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五部行政法规当中的 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的内容 第二部分则是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 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转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民用的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等六部行政法规当中的 与外商投资转入特别管理措施 也就是负面清单2020版不符条件的与修改 第三则是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后 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还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进行分类 其组织机构组织形式等统一适用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等一些法律的规定 最后则是对涉及落实中国国务院放管服务改革事项的 经营性演出管理条例等四部行政法规的个别条款 一并做出了修改 取消了有关的审批事项 简化审批的环节 据报道当局同时也废止了外国企业 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报道表示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后 外国投资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伙企业 统一适用外国投资法 合伙企业法 以及有关的商事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 不需再保留单独的管理办法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开经济会炫耀大义之年 中共的战绩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信息说 中共政治局今天召开了会议 声称今年交出了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的达军 明年在各项改革上 重申坚持扩大内需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也提到了要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的扩张 来自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今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分析研究2021年的经济工作 听取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 以及反腐败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 会议称今年面对严峻的挑战 和重大的困难 说中共当局保持了战略的定力 确定了判断的形式 精心谋划部署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的答卷 而明年要以优异的成绩 来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 另外会议还表示说 明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另外会议也指出 明年要以推动高品质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继续做好六本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强化科技战略支撑 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确保未来五年的时速规划开好局 而在脱贫方面会议表示说 要对全面建成小航社会 进行系统性的评估和总结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另外会议还提到了 要增强政治意识 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来思考和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 好再来看一下 中共的政法委杠上了网络占卜 说是臭服有害 同样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信息说 中共的政法委今天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看文说批评了网络占卜是臭服的有害的 借着高科技宣扬封建迷信 传播文化糟粕 因此推进网络社会综合治理势在必行 这篇题为网络占卜互联网的高歌猛进 不允许歪风大行其道的文章就表示说 网技网络是高科技 为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 但是也有臭服的有害的东西 网络占卜就是 文章批评说 网络占卜是借着高科技还魂 拉年轻人下水 宣扬封建迷信 传播文化糟粕 利用当代人的焦虑心理和生活压力 虚构假象 并且以此营生 着实的可恶 文章又说 数据统计目前中国检察机关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 数量在逐年上升 平均年增幅超过了34% 该文章还说 一条网络黑灰产业链正在形成 文章并且强调说 中国网络的高歌猛进 不允许歪风大行其道 文章称 应对新型糟粕 推进网络社会综合治理式的必行 唯有完善对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督管理体系 加大对网络资讯数据的保护力度 并且依法严厉打击相关的违法活动 才能真正做到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